大家没有看到过侯佩岑失态 在公众场合被开玩笑开过了 怎么办 马上露出标准的假笑 大家看这个开关多么的娴熟 而且都说爱笑的女孩子运气不会太差 那爱假笑的女孩呢 就假装运气不会太差呗 让我们掌声有请 应该运气不差的侯佩岑小姐 张绍刚老师 你讲得好好哦 爱你哦 我假笑这么多年 这是我最假的一次 大家好我是侯佩岑 真的有点紧张我先讲一些真心话 其实张绍刚老师啊 或者是李淡 池子Rock 像他们这么幽默这么风趣的人 其实我非常佩服 假 真的因为我觉得幽默好笑真的很容易感动人 而且我觉得幽默是人类进化的最高境界 要让人哭很容易 要让人笑真的很难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完了吗 吓人啊 完了 这真的才是我最假的一次 好 我好好讲 我想先讲一下朱孝天 孝天 以前的F4成员 这样好了 如果我们把娱乐圈想成是一栋建筑物 F4就代表他们当时的高度 其实后来这些成员解散了之后 有的人到了F3 有的人到了F2 但朱孝天很特别 他在B1 很方便 直接回家 但少天路上小心陈乔恩喔好不好 江振宇老师 江振宇老师 江振宇老师我知道 他是一位心理学方面研究的学家 所以我今天上节目之前 我就特别研究了一下他的资料 他大学读的是计算机 然后硕士读的是信息技术 博士他读的是数字媒体 然后2010年的时候 他博士才刚刚毕业 2011年就上了电视 成为我们大家眼中微反应研究的第一人 太了不起了耶 一年的时间就第一人耶 我真的我很佩服他 我觉得这种崇尚科学 然后钻研的精神 我很想学习 所以我宣布 我侯佩岑 明年就会以 临床生物和工程先驱的身份 登上吐槽大会的舞台 请大家敬请期待 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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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主咖 最可爱的 偶像剧女王陈乔恩 乔恩 乔恩 我真的很佩服乔恩 大家都觉得他很真 然后你看出道这么多年来 他这么的独立 什么事都是自己来 自己上节目 自己组CP 自己组CP完 自己辟谣 自己说自己是真性情 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当代女性的独立典范 谢谢 谢谢泰森 乔恩 我跟智琳姐姐一起为你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 爱你哦 爱你 其实我应该要叫乔恩妹妹 因为乔恩比我小一岁 乔恩妹妹 我今年四十岁了 爱你哦 他挑嘴这么来啊 我作为一个过了四十岁的女人 我有一些心得想要跟乔恩分享 乔恩 你的人生要走下坡了哦 你下去 太好了 现在偶像剧 乔恩还可以演一些傻傻的角色 伯母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可是过了四十岁以后 你的角色就要改变了 给你两百万 离开我儿子 娱乐圈对女艺人就是这么的残酷 你的年龄越大 观众就会对你越苛刻 所以想要维持名气 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用一句话来总结 做人难 做女人难 做一个明老女人 难 这就是为什么乔恩会经常传出 跟其他男艺人的绯闻 大家我们要理解一下 其实有时候 做艺人 在娱乐圈就是这样 必须要通过组CP 才能维持一定的热度 我就没有组过 家里管的盐 没办法 谁叫我那么听妈妈的话 谢谢大家 我是吼沸沉 陈强恩演过多少偶像剧 我觉得他自己都说不出来 无数吧 没嫁出去 穿了二百多次婚纱 全还回去了 很多男演员传过绯闻 都没有下文 这些数据准确吗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 真的就没有下文吗 我也不知道 自己说 让我们掌声有请 偶像剧女王 陈强恩 天哪 前面都说得这么好 有点 紧张 等一下 不要给我冷场啊 大家好 我是陈强恩 谢谢 大家都说我是偶像剧女王 没错 我的确是出演过很多部的偶像剧女主角 其实偶像剧它是有套路的 就比如说在一部偶像剧里面 男主跟女主要相遇的时候 女主角一定要四十五度角 跌进男主角的怀里 寒情默默的看着她 就像这样 哈哈哈哈 这时候呢 摄影师就会慢慢的走轨道 开始拍 有点浪漫的感觉 那个 张绍刚老师 过来 你害羞什么 我让你演鬼道 刚才李淡吐槽说我喝酒 喝酒的确是不好 就是李淡邀请我来那一次 他就喝多了 在那个酒局上 拉着何炯的手说 陈强恩 你一定要来参加吐槽大会 你是偶像剧女王 何老师当时也喝大了 很干脆说 海涛我答应你 但是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 喝酒千万不要开车 对的 好 今天到场的还有江振宇老师 嗨 你好 你好 是 研究微表情是吗 哇塞 他好厉害哦 我相信你真的是很懂科学 你相信我这句话是真的假的 江老师 别看着我 真的 我觉得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刚说的很有道理 我很欣赏你 你看得出来吗 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来录节目之前 节目组有跟我沟通过 说要邀请过来吐槽我的嘉宾 他们那个时候说要邀请谢娜 我说谢娜不行不行 因为她会抢了我的风采 跟着呢 节目组说要邀请小S 我说小S 啊不行不行 我跟他不熟了 而且他也会抢了我的风采 后来他们说要邀请侯佩辰 佩辰啊 可以可以 可以的佩辰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你很好 因为你也觉得我很好吧 爱你哦 爱你哦 当然啦 在这里也不是说侯佩辰 她不笑女王 她多漂亮啊 啊 其实呢 我很羡慕她 你看看她 笑容甜美 温柔娴熟的女孩子 我都已经不演了 你怎么还在演啊 佩辰 放松一点啊 婚都结了 任务完成了 啊 可以抠脚丫子了 来吧来吧 放松放松 最近的新版流星花园 正在热播 也出现了新版的F4 其实超越经典真的是 非常的不容易 我相信所有这个 新版流星花园的演员们 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西门可是朱孝天演的哦 那我有什么好不敢演的啊 每个女人 在我这里的保存期限 只有一个礼拜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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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西门 I got you 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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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要说一下 我的好朋友圆红 诶 这个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老圆呢 她是一个经常爱看偶像剧的人 偶像剧演什么她就姓什么 她跟二姐的爱情故事啊 也就是跟偶像剧的剧情 一模一样 就话说那时候他们两个还没有在一起 有一天张一新就 心意 诶 是一新还是心意啊 一新 心意 哦 心意 sorry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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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自责 不必自责 没关系 我理解这个 忘掉刚刚那一段啊 话说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在一起 有一天二姐就在家 就接到了圆红的电话 圆红就说 心意 你开门 而门一打开 老圆就出现在门口 背了个包 说要来帮二姐做一顿饭 我说老圆 你真的也是太纯真了 你有没有想过在敲门之前 万一里面要是两个人呢 你怎么办 门一开 里面有两个人的话 人家岂不是很尴尬 你要人家说什么 说啊 圆红 你来都来了 你就进来做个饭吧 不要加辣椒啊 很多人说 陈乔恩演了这么多年的偶像剧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突破 太没有挑战了吧 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 偶像剧是比正剧难演的 在这里不是说正剧是很容易演 只是偶像剧这么简单的这种剧情 要演到让大家感同身受 让大家相信 甚至让大家觉得不讨厌 这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吧 偶像剧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一路走来也是挺幸运的 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不够漂亮 然后 真的是 演奏走到今天 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们真的很好 谢谢 你看是不是相信了 我是不是很棒 就像刚刚说的 确实 我跟很多小鲜肉在对戏的时候 我都能当小鲜肉的妈了 所以我跟他们对戏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需要演技 主要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因为我都跟他们说 姐都能生你了呢 然后后来呢 有一阵子就听到了一个 我跟小鲜肉的绯闻 我当下听到的时候 非常的傻眼 然后真的有朋友 打电话来问我说 陈乔恩 我看到你的绯闻了 你好棒啊 其实不是我棒 是媒体棒 我在这里要认真地澄清一下 这个绯闻是假的 是捏造的 完全都是无稽之谈 江振宇 你过来看一下我的眼睛 看我有没有说谎 算了你别过来了 到时候后又会传绯闻 陈乔恩与民间科学家 深情对望 想要走进科学 这个好 这个厉害 很棒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啥 啥 啥 我不仅要面对 父母朋友的催婚 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的催婚 经常有网友说 乔恩 希望你快点找到一个 把你捧在手心的人 我为什么要被别人捧在手心 我自己有手 而且我捧红了我自己 我想每一个女生都非常地期待自己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幸福美好 幸福美好 但老实说 我 我一点都不重景穿婚纱 我觉得婚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穿的衣服 很刺啊 很紧很扎人啊 勒得难受 更别说要提什么上厕所了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了解婚纱吗 因为我在偶像剧里面 已经结了几百次婚 你们想象一下 你们要是结了几百次婚 你们还会想要结婚吗 听到我愿意的时候 你们还能感动落泪吗 我能 因为我能演 我是偶像剧女王 谢谢大家 我是陈乔恩 赵涵我从小就 从小是不太好 从小就特别喜欢她的歌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然后很娇小 然后但是跟她相识了之后 发现她是 陶马的汉子 为武雄庄 她呢就是个男人 我们以前参加过一个节目 然后呢我帮她讲话 讲完之后呢 我们又讲到 她的态度比我还美 你知道她其实吃很少 睡也很少 这么瘦 为什么你的声音及嗓门可以这么大呢 我之前特别喜欢看你拍的《公主小妹》 觉得又浪漫又好看 可是前年重温的时候 我发现她好非主流呀 在她旁边压力很大 因为身为摩羯座的她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她本来就漂亮 然后皮肤又好 然后看起来年纪又小 明明跟她童年搞得 我们好像是她叔叔似的 我最后一次看她的新闻 是她给买了一座岛当的岛主 所以她今天是从岛上来的吗 我平常私底下都叫她贵公主 因为我们每次约吃饭啊 都会非常的晚 她的要求又特别多 又要有包厢 又要安静 又要好吃 张绍涵我觉得是 我是歌手里面 最闪亮的一个明星 我是说她的脸真的 闪闪的发亮 我非常感谢她 因为她那首隐形的翅膀 就让我的处众作文 都能顺利的写完 记得当年我参加选秀的时候啊 杀到了全国的六强 在最重要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呢 我唱了那首欧若拉 我就被淘汰了 她又是个控制 她叫我录什么的时候 我都马上录 是不是 现在要煮草 我也马上录 是不是 但是呢 我的生日祝福 她还给我晚三天 Angel 你这样真的对吗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大家好 我是张绍涵 很高兴来到 很高兴来到煮草大会 我听说张绍刚是主持人 我就很期待 一来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打招呼 我就叫他 刚 张老师还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 怎么就叫人家的昵称呢 我说叫你刚 是因为你配不上张绍两个字 雨泉 雨泉 雨泉很厉害 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最美 就到达了巅峰 她们能走过二十年的音乐之路 说明只要曾经的巅峰够高 下坡路就够你走一辈子 雨泉就是啊 一条下坡路走到黑 她们后来还出了一首歌 奔跑 海泉啊 我想跟你说 真的没必要下坡海奔跑 容易摔断腿啊 是不是啊 刚 其他俩的声音还是很好区分的 雨泉的声音 比较有力量 有金属感 而海泉的声音比较 难听 我觉得一个组合能够长久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雨泉在一起走过了二十年 非常难能可贵 很多人想知道 她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雨泉能坚持多久 那要看雨凡能坚持多久 李诞 李诞些爱太受欢迎了啊 有人喜欢她的幽默 有人喜欢她的才华 而我喜欢她 因为她买我推荐的产品 所以我对她的喜欢呢 是那种最纯粹 就是供应商对客户那种喜欢 李诞这两年 红得好快 现在最火的节目 都请她去当嘉宾 这也意味着 你马上可以走下坡路了 放心啊 速度七十迈 路的镜头 雨泉在等待 哇 汪苏龙 我的前同事 汪苏龙之前 说要给我写歌 几年都过去了 这首歌还没写成 汪苏龙就要跟我解释说 太美的承诺 是因为太年轻了 太美了 苏龙哥哥 我想说 你呀 都三十了 不年轻了呀 今天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提醒他 牛皮不是吹的 笛子才是 对了 对了 我在歌手里的音乐合伙人 大王 他很爱哭 他就喜欢 他很爱哭嘛 他很喜欢李全 在歌手里看到李全的时候 他就哭 我就不明白了 李全长得这么帅 哎 唱歌这么好听 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有什么好哭的 哎 这是李全 不海权呢 去大王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他还在微博上 写过一篇文章 说要把我的好 告诉全世界 我很感动 但是大王 我不需要你把我的好 告诉全世界 我只需要 你把我的好产品 告诉全世界 是真的好产品啊 每一款我都亲自试用过啊 连甘蓝菜 我都亲自试吃过的啊 甘蓝菜 山河老师 山河老师的点评 非常厉害 但很遗憾 我和山河老师 都是在节目里 几乎没见过几次面 因为他都是隔评点评 有一次 我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在楼道里啊 然后我就跟他打个招呼 我说哈喽 山河老师 然后啊 他就扯住我说 少海啊 你这句哈喽 改编的真好 富有感情 你赋予了这个哈喽 新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 我的歌很励志 甚至有网友说 我刻意为自己贴上 立志的表签 拜托 我没有刻意立志 我是天生立志 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 我都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 有一句话叫 感激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让你变得更强 但我只是想说 伤害就是伤害 没有这些伤害 我也会变得更强 因为我不仅天生立志 我还天生要强 我不感激伤害我的人 他们只是提醒了我 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我宁愿逆流而上 也不愿随波逐流 善良是一种选择 你看电影的那些 说我没得选 这些啊 都是大坏蛋 很多人觉得 我在圈里朋友特别的少 不是我朋友少 是我对朋友的定义 不一样 虽然朋友多了路好走 但我也不需要 给我修路的朋友 我自己有翅膀 谢谢大家 我是张少海 大家好 我是欧阳娜娜 今天大家呢 都吐槽了两个我特别经典的角色 赵蒂儿和陆小葵 那你们放心 今天我谁也不演 就演我自己 可是呢 还没说完 也有可能演杂 张玉玲哥说的没错 他说我确实是四岁上的康熙 所以在这十几年后 我看到玉玲哥上了四十多次的康熙 那我就非常感慨 哎呀 真是厚生口味啊 大家对玉玲哥的印象呢 就是康熙来了 到现在他还到处聊康熙 大家都以为康熙这节目还在 想跟你说一句话 玉玲哥 你清醒一点 康熙已经走时 两年了 OK 很多人说范维珊老师的词特别优美 但呢 跟他这么接地气的长相比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搭 大家是不是都以为 写词写的好的 应该长成一星哥这样 怎么可能 不是你问一星哥 他写词写的好吗 你们你们问你们问 我不敢问 开玩笑真的 开玩笑 那也是玉玲哥给我的词啊 文章老师填词的歌我听过很多 其中有一首我非常感慨 歌名叫比较大的大提琴 我循环了好久 真的是越听越想哭 这歌真的 跟大提琴一点关系都没有 文章老师 您这首歌用我语文老师的话说就是 你跑题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跑题 是比较大的大跑题 有人说文章老师的歌词呢 就是词早堆砌 有的中学生写的都比他好 我觉得吧 有可能就是中学生写的 你想象一下 一般同学从补习班出来 被埋伏已久的方语尚老师拦住 诶 站住 把作文本交出来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然后呢 最美是什么呀 赶紧回去写 加油 欧阳静老师 欧阳静老师 他不只唱过歌还演过戏 他背台词呢 肯定特别用功 不然万一忘词了 就开始freestyle 说着说着就开始押韵了 那就会是这样的 爸 你清醒一点 妈已经走了十年 你们都看过这段表演 我确实很丢脸 Love and peace 最后啊 是一星哥 这段词是蛋哥给我写的啊 一星哥在XO出道 虽然写作EXO 但是读作XO 因为E不发音 后来我又听说 那个一星哥的名号 是国内唱跳第一人 我一下就明白了 可能这个第一 也不发音 开玩笑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是开玩笑 开玩笑真的 那个开玩笑啊 刚刚看了那个现场演出 真的 炸裂 第一 鼓掌鼓掌鼓点掌 一星哥真的非常努力 他为了制作专辑 他十天没有睡觉 那个访问我就在场啊 十天没有睡觉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 这个专辑就叫Namnana 原因呢就是 公司同志问一星哥说 一星哥我们那专辑名字叫什么呀 一星哥就 N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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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含义 能有什么含义 十天没睡觉困的呗 一星哥拍戏的时候啊 合作的演员余和谓老师 跟酒店投诉 说隔壁有噪音骚扰 后来发现是一星哥 大晚上还在认真做音乐 他说过 要专注把华语音乐 推广到全世界 但想也没想到是 挨家挨虎推广 大半夜敲门 华语音乐了解一下 对方说 了解是不了解 你自己都不了解 一心哥无论是拍戏还是音乐 都非常敬业 在一出好戏里面呢 为了演好角色 硬着头皮吃生鱼 导演还问呢 怎么 咽不下去啊 一心哥说 以前生吃过草 没生吃过鱼 导演说 哦 去 给一心换点草鱼 刚刚呢 有人说我喜欢炒CP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只要我跟男艺人有互动 大家就会觉得我在炒CP 后来弄得 我都不敢跟任何人同框了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只能一个人拍Vlog了吧 其实现在呢 我感觉我自己变了 就感觉越来越孤僻 我怀念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哎 老了 成年了 还有一个热搜说 哪个女孩不想活成欧阳娜娜 这个观点我是否认 我是不认同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女孩 都应该活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男孩也一样 最后我要说我会继续加油 成为我心中最好的欧阳娜娜娜 欧阳娜娜 加油 谢谢大家 我今天很开心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觉得很荣幸 佩晨我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带过 所以我 先说佩晨 听说侯佩晨的妈妈呀 对她的要求是什么 只要当个良家妇女就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天下母亲 对女人能够提出最低的要求 当良家妇女 这要求真的很低啊 张老师都做得到呢 没完了是吧 然后我还听说啊 就是这个佩晨的妈妈呀 从小就对她这个家教很严 就甚至她先生在跟她求婚的时候 她要打个电话问妈妈的意见 你可以想象她妈妈要不答应的话 那她怎么办呢 那只好先回答妈妈 好 妈妈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 但是我爱你哦 加油 接下来要说的是 袁虹 网友说啊 袁虹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跟我长得很像 当然现在不像 因为我已经在朝这个高晓松发展 袁虹就跟不上我了 你现在要跟上我 你得进步 你不能光长胡子 你得长点肉 我听说呢 江振宇在《非诚勿扰》里面呢 帮助过很多女嘉宾的 这个男嘉宾的青睐 然后节目中呢 还流行这样一句话 每一个女孩的身边呢 都应该有一个江振宇 那如果照这个说法的话 仅仅在中国 我们大概就需要 七亿个江振宇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 可能江振宇会变成一个文化现象 你打招呼的时候啊 就不是说 你今天好不好吃了没 不是 你今天江振宇了没啊 那个情侣之间 恋人之间的对话 可能都会改变 宝贝 今天有流行雨来 我带你去看吧 唉 你不知道吗 现在都流行看江振宇了 你个小傻瓜 作为一个 同样是演偶像剧的过来人 总听到有人说 这个偶像剧演员啊 没有演技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身为偶像剧演员啊 刚开始确实不需要什么演技 长得好看就行了 所以说那个乔恩都40了 你该磨练一下演技了 乔恩除了演偶像剧呢 还演过这个《笑傲江湖》 其中这个东方不败的这个角色 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非常成功地 把东方不败给演失败 乔恩 其实你这真不算什么 我还演过《储留乡》呢 演之前我就知道 我是真的演不过郑肖秋了 因为郑肖秋演的《储留乡》呢 才是真香 李大人说了 说经典是因为有翻拍 才会成为经典 我觉得不然 我们本来就是经典 只是他们的翻拍 让我们更经典而已 虽然说这个新版的 这个流行花园 遭受到了一些抨击 但我是真的心存感激 起码他让我多了一个通告 我记得流行花园当时的制作费啊 是非常有限的 你别看那个剧里面四个人啊 穿着光鲜亮丽的 其实我们的衣服是跑去夜市批发来 听清楚啊 不是买的 是批发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剧中啊 所使用的这种各种跑车啊 其实也都是借来 所以每次那个入话 刷一下 然后停下来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 这个寡秤道得赔钱 在这个基础上呢 省油也是必不可少 油都要省啊 当然就是观众们啊 一般看到一个组合呢 总是会一厢情愿地觉得 他们一定是兄弟啊 其实我们F4没有不合 虽然说真的没有什么微信啊 但是我们是关系还不错啊 也算是同事啊 虽然现在没有事情可以同啊 其实不光是我们啊 萤幕上很多组合都是一样的 你们仔细想一想 就连海尔兄弟 他们也不够就是组在一起卖冰箱而已 当然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光鲜亮丽了 但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因为其实我觉得生活呢 本来就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 大家就不要太沉迷在这个偶像剧里面 偶像也要吃饭了呀 对吧 偶像也要呼吸啊 偶像也有可能会单身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乔恩到现在一直保持单身的原因 这是他的选择呀 乔恩 你也得知道 人家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也是人家的选择 谢谢大家 其实来录节目之前 节目组有跟我沟通过 说要邀请过来吐槽我的嘉宾 他们那个时候说要邀请谢娜 我说谢娜不行不行 因为她会抢了我的风采 跟着呢 节目组说要邀请小S 我说小S 不行不行 我跟她不熟了 而且她也会抢了我的风采 后来他们说要邀请侯佩晨 啊 佩晨啊 可以可以 可以的 佩晨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你很好 因为你也觉得我很好吧 爱你哦 爱你哦 当然啦 在这里也不是说侯佩晨 她不像女王 她多漂亮啊 其实呢 我很羡慕她 你看看她 笑容甜美 温柔娴熟的女孩子 我都已经不演了 你怎么还在演啊 佩晨 放松一点啊 婚都结了 任务完成了 可以抠脚丫子了 来吧来吧 放松放松 再说侯佩晨 侯佩晨据我分析 是典型的讨好性人格 在她的潜意识里边 始终特别关心 我有没有讨人喜欢 我很心疼你 所有人都只关心她飞得高不高 只有微表情专家关心 你笑得累不累 咱们还是要承认 这个艺人啊 一辈子有一个经典的作品 观众就能记住吧 你提到朱小天 你就能想到流行花园 提到陈桥 你就能想到王子变情吧 提到侯佩晨 你就能想到 双结棍 很奇怪 对不对 不明白为什么 你看我们侯佩晨很有素质 虽然被开玩笑 还微笑 对不对 人家家教好 从小妈妈教 听妈妈的话 很有涵养 很有涵养 不生气 不生气 你看特别可爱 你看她出去上节目也是 等谁夸谁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你好棒哦 你最棒加油 爱你爱你 你们想不想看 侯佩晨跟林志玲聊天 你最棒 你更棒 加油加油 你才加油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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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佩晨现在也是 两个孩子的母亲 刚刚生完孩子 就出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在墙堡中的孩子 就继承了妈妈的这个 优秀的基因 就鼓励她 妈妈你最棒 你出去工作吧 快走 去走 侯佩晨 台湾著名主持人 主持风格 稳重 甜美 煽情 人称台湾版倪萍 这个倪萍 不是 侯佩晨大姐 工作非常认真敬业 偶尔也犯错 就是 有一次呢 就把人家张艺兴的名字 给念错了 人家艺兴倒没错 还没关系 但是佩晨非常自责 我跟你说佩晨 你真的 你不需要自责 你看我老婆 叫张艺 张新秘 我这是念对了 给我作证 念对了 很少有念对的时候 我非常理解你 我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带过 所以我 先说佩晨 听说侯佩晨的妈妈 对她的要求是什么 只要当个良家妇女就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 天下母亲对女人 能够提出最低的要求 当良家妇女 这要求真的很低 张老师都做得到 没完了是吧 然后我还听说 就是这个佩晨的妈妈 从小就对她这个家教很严 就甚至她先生 在跟她求婚的时候 她要打个电话 问妈妈的意见 你可以想象 她妈妈要不答应的话 那她怎么办呢 那只好先回答妈妈 好 妈妈我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能嫁给你 但是我爱你哦 加油 不配合 美 也演过偶像剧 是吧 和周玉民还合作了 美味关系 据说还送出了 荧幕初吻 因为没有经验 是吧 和仔仔足足吻了 45分钟 这哪是拍戏啊 这是解恨啊 你们知道 45分钟有多长吗 这个难熬的停顿 还不足四秒钟 不过不过 我相信侯卑森 是真的没有经验 对吧 这要换了陈乔恩 估计能稳一天 对啊 这个您摆ará 当然 你摆á 我们应该不购戏的 应该不购戏的 是 我们应该不购戏的 危险的